我们来看这个首相的案例 色如赤焰肝火旺 注意饮食要清淡 也就是从长色来看 是长色非常的火红 而且长色赤红的人 肝火过旺 注意饮食要清淡 注意身体的调整 形势匆忙似火长 火急火燎运难长 也就是说 从手形和长色来看 是偏火形长 火形长人做事 偏极脏 沉不出气 火急火燎 所以运势也很难长久 女人重在看姻缘 感情线 姻缘迁 情线断 情缘了 再来看看婚姻线 三条等长 把水行占 婚前婚后 都会见偏缘 说的就是感情 整个从文录来看 最大的一个问题 还是出现在感情 情线断 感情线断开 情缘就容易断 容易犯情伤 所以说这个是 从整个文录来看 最大的败笔 就是在感情 而且我们结合 结婚线来看 结婚线三条等长 把整个水行丘都占了 而且三条等长的 结婚线就容易出现 这种偏缘的干扰 都比较多 而且最深最长的 这条居中 婚前和婚后 都见偏缘的干扰 注意防范 我们从其他的文录 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信息 流年看 25岁犯情伤 45岁也见桃花扰 就是说 从亲密关线的位置来看 流年看 基本上25岁左右 见情伤干扰 见偏缘的干扰 而且从结婚线上方 还有一条短的结婚线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 就是45岁之后 也会见烂桃花的干扰 注意在婚姻当中 多注意调整 其实从感情线中期 也出现这个导文 也可以看得出来 感情线中期的导文 代表婚后 见烂桃花干扰 所以这个是需要 多注意调整 生命线看根基 智慧线看自己 两者分离看独立 分离处见导文 出入社会交学费 这个其实也很好懂 这个生命线是可以看出 一个人的运势的根基 那么也是代表一个人的体质 那么女主的生命线 还是偏浅淡 恒文干扰比较多 见断续 体质偏弱 而且初期还见一些 断续和导文的干扰 体质不佳 金星秋也不强 所以运势根基偏薄弱 那么智慧线 也就是脑线看自己 是古代称为人文 是代表自己 两者分离处是看独立 就是说在两线分离处 是看你独立的能力 是否粘贴过长 那么像这个主要当中 粘贴比较长 而且分离处见导文 也就是自身脱离 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 出入社会的时候 容易见一些坎坷和动荡 会交一些学费 但是同时也是经验 和能力的积累 生命线看身体 色轻闻浅体无力 脑线伸长智慧强 阳长臂短 磨成强 说的就是 生命线本身偏浅淡 而且清金比较明显 体质不佳 不建议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反而是脑线比较伸长 人还是比较聪明的 所以说是一个典型的 脑力强体力偏弱的一种人 所以说还是需要平衡一下 运势才能够持久稳定 因为多锻炼身体 提升体质 运势才会慢慢的提升 同时在以后的职场和人生路当中 也要扬长臂短 不要太从事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 以脑力劳动为主 同时也不要忘记锻炼身体 这个是一个整个生命线脑线的对比 旅行纹有两条要想发展走他乡 太阳线深又长 异乡贵人多帮忙 这也是很好懂的 这是旅行纹 旅行纹是跟生命线分叉的一条纹路 并且跟生命线的弧度和深度都差不多的 叫旅行纹 否则的话如果是过浅或者过多的话 都叫一些生命线尾端的分叉 分叉的话是 那个是代表生命力的减弱 也代表疾病的困扰的信息 那么这个叫旅行纹 旅行纹说明适合在外闯荡发展安家利益 想要发展是走他乡 加上这个太阳线又很深很长 所以在于这个 这个是代表个人的人员和同行业当中的生育 名望 所以说贵人就是代表贵人缘不错 异性 这个在这个他乡遇贵人 贵人多帮忙 从生命线看 四十岁后恒文少 半生清闲半生忙 拇指凤眼养一养 婚姻还能见美满 家族戒指养一养 兄弟姊妹把忙帮 这个也是很好懂 这个是基本上从流年看 生命线尾端的 这个恒文逐渐的消失 四十岁往后呢 会慢慢的运势 渐入家境 恒文多呢 阻碍也多 恒文消失的 阻碍就慢慢变少 那么半生清闲 半生忙 说明是一个种先苦后甜的命局 四十岁往后呢 运势会渐入家境 那么大拇指呢 见凤眼文 但是凤眼文不标准 见开口和杂文的干扰 所以还是需要养一养 养好的话 能够在这个感情的 这个复杂的感情路上啊 能够啊 这个将这个姻缘呢 能够催忘一下姻缘 或者是把姻缘呢 感情呢 能够稳定下来啊 这是这个凤眼文 那么家族介绍线 大拇指根部 也要养一养啊 有一些杂乱啊 如果是这个家族介绍 介绍线养好的话 家族容易感啊 包括这个在家族的 这个整个的关系 兄弟姊妹的关系 是会慢慢加升啊 所以说兄弟姊妹 能够帮忙啊 这个是 整个 首相的一个分析 那么如果是有空过 可以看视频 做两个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